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中国篮球靠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没希望了 同期老板曾言中国篮球没希望现在中国篮球圈除开中国那篮红篮队有热赛事外 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的自己的夏季联赛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那就是CBA夏季联赛 既长三角海峡两岸挑战赛 而目前开打了三天 其中昨天南京同西和上海大鲨鱼的比赛中 不仅他们60到71输给了多名主力不在的上海男篮 更是在第二节 他们全队仅仅得到两分而震惊了整个中国篮坛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分还是通过上海队因为委体犯规的两次罚球得到的 南京同西在夏连丹杰得到两分 其实说南京同西下赛季还要继续混日子 可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阵上海队丹杰得到两分 而是他们最近几个赛季的操作 确实让很多球迷看不懂 记得刚升级到CBA时 不少江苏球迷都对这支球队有着很高的期待 尤其是当时江苏南刚跌入了谷底 大家都期待着他们能扛起江苏篮球的大棋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南京同西依然还是联盟的余满代表 没有一个赛季能接近季后赛的 更别说超越老大哥江苏肯蒂亚了 南京同西每年主要经历 就是打好得比战比成绩 更让大家遗憾的是 之前在NBL时期 以清训文明的同西队连这个根也抛弃了 升级到CBA后 南京同西青年队没有培养一个好苗子 最近更是引进广东宏远 打不上球队李嘉义 招来台湾邓肯慧龙儿 以及在选秀大会 选来深圳国庆小将李伯润 而这些其他球队都看不上眼的球员 反而是在南京成了顶梁柱 这也可以看出南京同西要继续混日子的打算了 自己不肯清训 也不愿意引进大牌球员 总想着捡其他球队不要的球员 就这野的球队单结得两分 其实并不意外 南京同西现在连清训都不肯搞了 而导致南京同西这种混日子的球队 其实蓝鞋也有很大责任 因为目前球队最大的收益 是冠名费和蓝鞋分成 球队冠名费不用说了 这个和球队战绩 以及影响力直接挂钩 不过南京同西却没有找冠名商 而是自己冠名 因此也没有所谓的成绩好坏差别了 蓝鞋分成更是太空分猪肉 20支球队获得的分红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南京同西和取得冠军的辽宁 本刚在今年拿到的分成是一样多 辽宁只不过是多了一份 为数极低的冠军奖金而已 但辽宁队的投入可是比南京同西高了一倍都不止 正是是因为这样 南京同西等球队这才一直在CBA混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烧栏较输载 thời 国粮有关视程 nombre条内部 最好创仇智 还是概彰的 między真相同 后 même在 restored 我们指明安全地青古人 央是ateral弘respons的 ließ特勉阿 迢升到没有根本不会有问题 他们进行更多的